大家已經剪掉了 這次是三米 還是一米 好 做月動物為了解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今天要選到第八頁 要選到第八頁 好 這樣那個 你的 你的作業跟熱門都不見了 比較有東西可以穿上來,可以做什麼樣子 又不是做做樣子,就像做做樣子 再講一遍,就像剛剛這位猴子同學說的,反正聽不懂 你會有困擾嗎? 軒宇,會有困擾嗎?都聽不懂? 我是上第二次 你有困擾嗎?第一次都有困擾嗎?都聽不懂 第一次我沒有在上課,我忘記我在幹嘛 應該是穿過水滸粉,第二次呢? 這次也學不懂嗎? 有還好嗎? 軒宇,我聽不懂嗎?都聽不懂,有嗎? 有都聽不懂嗎? 沒有 沒有,要困擾 不知道,一直持續小天 再講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 聽不懂就是問 聽不懂就是問,好不好 聽不懂就是問 這幾天,不會 趕快說,等一下我那邊沒聽懂 我們就可以從那邊居然往下再講一下 再從別的角度再解釋一下 你那邊不懂,你不敢問 然後就居然往下講 等他講了,可以把你插過兩遍了 然後再說,哥哥,你修育不好意思 剛剛其實你長的全部都聽不懂 就問了,說過了,說過了 聽不懂,因為已經上到第八週 其實修育我從第一週就沒有聽懂 所以這八週都排上了 那就很浪費時間 你要隨時當下不懂,就要趕快打住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我經常發現說 像猴子有時候問我同樣 或是可以問三遍 表示什麼,他第一遍問完 還是他沒有記起來 或是沒有想清楚 就是喔,你聽了,我講了 我聽到一個答案了 他就好像滿足了 然後過兩天那個答案根本他沒有理解他 然後他還是不懂 他就忘了 那根本沒有理解的東西 他不會記得那是一個 那是怎麼思考過來的過程 你知道答案很重要,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怎麼得到這個答案過程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學習過程 不要是說我只是要一個答案 我只是要一個答案 你把那答案給你了 世界上那麼多那麼多奇異怪怪的問題 你不可能把所有答案知道嗎 所以我們要去用邏輯去思考 我要去想 那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是這樣想的 然後你知道這個過程之後 你用這個過程去思考任何問題 可能都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得到一個你滿足的答案 所以 學 不是學到每個知識 學到每個答案 不是這個意思 學是要學思考的過程 好不好 思考的過程沒有很複雜 它就只有一個或兩個 三個思考很少 但是你不去搞清楚那個思考的過程 你只是要記得那個答案 那答案千千萬萬走 你是記不清楚的 好不好 所以 學習這些知識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學習理解這個知識 這個過程重要的 好不好 阿浩先生呢 會不會聽不懂 再學我看你是好一點 是不是 哈囉 哈囉 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比較聽得懂 有沒有比較聽不懂 沒有比較聽不懂 好啦 那我們就言規證算了 一杯水 我們在考慮說 糖或鹽巴 在水裡面 溶解的過程 這個溶解也是一個反應 這是物理反應 這過程 什麼東西可以加進它反應 哪些東西哪些加速哪些因素 可以加進它反應 溫度 溫度非常好 溫度 還有咧 移動 移動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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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幫它去碰撞 對不對 間諭它有更多的碰撞發生的時候 它會再更快的水分装上去 還有咧 切割 切割是切出面積對不對 碰到的面積 看有沒有 改變融入鍵沒有融入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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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外照動嗎 改變這個反應速度的方法還有什麼 好 我們先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改變速度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在理解它 為什麼它會融解對不對 先理解它 它會不會融解 為什麼融解 被水分撞到對不對 所以撞到的情況是 我撞到了 我把它打開 撞到了 只有彈開 根本沒有把它打開 所以只有重量很可能 你兩個都撞在一起 要嘛把它打開了 要嘛自己彈開 沒有事情 這不會融解對不對 就這兩種可能 那什麼情況 撞到會把它打掉 力量大 力量大 力量大就是速度快的意思嘛 對不對 什麼情況不會把它打掉 力量小 所以我們可以簡單來這樣理解 對 這是一個碰撞的過程 我力量大了裡面把它打開 把它融解了 力量起來你撞到 打不開 就會不會融解 所以我們要想說 那我怎麼讓它速度快一點 怎麼讓它撞起大一點 所以有什麼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溫度 溫度越高 它分子跑得越快對不對 好 第二個是攪拌 我先跟它撞在一起 那面積什麼 多少面積要讓更多機會相撞 對 更多機會相撞 我本來是只有這邊 我這個表面可以撞到 我把它切個切個切個 我增加很多面積可以撞到 這增加碰撞的機會 面積是增加碰撞的機率對不對 增加碰撞機率 這兩個是增加什麼 碰撞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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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的力道 或者是我們講的能量 碰撞的能量增加 這都可以有助於加速它的反應 這是一個物理反應 那我們來看一個套學反應好了 譬如說課本這邊寫一個叫做 油帶油分泡的反應 八舌葉 N? A? Msí? 2Ũv7ŕv8ŵ豎! 我這個是八舌葉搖的 我叫你的客戶是幾頁? 我在茅林客戶幾頁? 很明顯不是八舌葉 我們來平衡看看好不好 記不記得化學平衡 化學平衡就是說我們看這個 箭頭的左邊跟右邊 它的反應物的數量個數 跟深層物的數量個數 好像一模一樣 左邊有一個 右邊有一個 左邊有三個 右邊有三個 這是簡單的一個 物質無面定律 要平衡它 那你想想看 這邊幾個鈉 一個對不對 這邊幾個鈉 一個鈉 所以這邊系數如果是一的話 這邊系數要多少 一對不對 這邊幾個鈉 一個鈉對不對 系列樓是鈉 這邊幾個系列樓 所以這邊如果是一的話 這邊要多少 一對不對 那這邊又有幾個鈉 兩個 這邊幾個鈉 一個 一個會變兩個嗎 不會 所以我們先用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這邊幾個鈉 兩個 這邊幾個鈉 二分之一個對不對 二分之一個 可是這邊幾個鈉 三個 三個 這樣可不可以平衡 可以 這個是二分之一個 這是兩個 加兩個二又二分之一個 對 那應該怎麼辦 二分之一個 應該怎麼辦 二分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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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倍 好我們想一下 假設這邊不是二分之五呢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二分之五 可以 假設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 那這邊幾個鈉 六 六 因為你看 現在是二分之五 好像太多了 不是二分之五 這個要打二分之三 才對 你跟鞋的鈉 好像反的鈉 蛤 你跟鞋的鈉 好像反的鈉 反的鈉 好 我們這邊有兩個 假設這一個的話 我們有兩個 這邊 這邊沒有半個 這樣不夠了 那才半 兩半炒雞 但是 一兩半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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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半炒雞 才一兩半一半 好 那我們再換個角度思考一下 假設我們這次多一點吧 再兩分 可惜是 就是 你去小鈉 把這個數字抽出來 好 我們再想一下 這邊兩個就會簡單一點 兩鈉 所以會不會幾個 這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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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是兩個分子的話 就有兩個鈉 對不對 就是這個細數要多少 也是要二 對不對 好 這邊二的時候 這邊就有兩個綠 兩個綠的話 這邊就是一個 這邊有一個綠對不對 這邊細數要多少 細數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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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想一下 這個是 這個分子裡面有一個鈉對不對 這分子是不是有一個鈉 所以當我兩個分子進去反應的時候呢 表示我的 箭頭的左邊有兩個鈉了 對不對 這邊有兩個鈉進來了 所以我深層會幾個鈉 應該要兩個鈉對不對 兩個鈉 可是這一個分子的一個鈉 所以是要有一個分子 這邊到目前為止懂嗎 懂嗎 浩瑞 猴子 懂嗎 你為什麼不會懂 哪裏不懂 要告訴我哪裏不懂 哪裏不懂 沒有 沒有 沒有地方 這邊兩個鈉 這個分子有一個鈉 所以細數要多少 沒有 兩個 對不對 是二 好 所以我們解決了 那 七 而七還沒解決 我們就解決那跟鈉了 我們要看其他東西對不對 嗯 你們兩個 要反應嗎 你們看你們都沒有反應 就要 不知道是假的 想一下 好 這邊兩個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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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幾個鈉 有鈉的只有這裡嗎 這邊兩個鈉 這邊已經這個分子已經有兩個鈉了 所以這細數是多少 嗯 細數多少 一對不對 一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幾個鈉 兩個鈉 這邊有鈉的鈉 這邊兩個 那你們不管嗎 你們先看鈉好了 這邊幾個鈉 這邊是四個鈉 四個鈉 這邊四個鈉 這邊兩倍 所以這邊四個鈉 那這邊幾個鈉 這是一個三 對不對 但是兩倍嘛 所以就是六個鈉 六個鈉分配在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這邊已經 這邊幾個鈉 一個 一個 這邊呢 這邊兩個 對不對 所以這幾倍 對 主要都是看的話 是不是二分之五倍 是不是二分之五倍 對不對 這邊沒有反應 不知道 你在叫什麼 是這樣嗎 對啊 你們 不知道我在加什麼對不對 知道 那邊呢 沒有非常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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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這樣聽不懂 對不對 發覺有聽懂 你在說什麼 你在看 為什麼這邊我講二分之五 因為這邊 對 這邊幾個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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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分子 幾個鈉 幾個鈉 蛤 鈉這邊有三個啊 不是嗎 這寫三個意思 表示一盤菜裡面 這盤菜裡面 有一個鈉 有兩個鈉 有三個鈉 是不是 表示這個分子 這盤菜裡面有這些東西 這個二呢 表示我有兩盤 這樣的話 有六個鈉 就有六個鈉 這樣知道嗎 這盤菜有幾個鈉 鈉是這個 這盤菜有幾個鈉 一個 可是有幾盤菜 有兩盤 對不對 所以這邊總共六個鈉 有問題 這邊有六個鈉 有問題 發覺有沒有問題 沒有 六個鈉 這邊要六個鈉 準備 五個 為什麼 這樣做 可是我這邊有幾個鈉 這盤菜 有一個青 有兩個鈉 對不起 有兩個青 一個鈉 可是我這邊盤菜 是我只有用到一個鈉 好 這邊呢 有幾個鈉 一個丟 兩個鈉 可是 兩個鈉不夠啊 我有六個鈉啊 我就佔掉一個了 現在要五個鈉才對啊 可是五個鈉 這邊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就是要兩盤半 對 兩盤又一半 所以這樣是不是 兩個鈉 兩個鈉 下一個鈉 是不是五個鈉 二分之五這樣來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鈉 這邊幾個鈉 四個鈉 一盤菜裡面有兩個鈉 兩盤菜有四個鈉 對不對 四個鈉 可是這邊就有幾個鈉了 二分之五是兩個半對不對 所以還差幾個 還差一個半 所以這邊是二分之三 是不是這樣 二分之三不好用嘛 所以我們全都在乘二 所以變成幾個 我們來看一下 變成這邊是四個 四個 四個 兩個 五個 三個 對嗎 不對 為什麼這麼複雜 對 為什麼這麼複雜 對 為什麼這麼複雜 那你選擇 沒有 沒有 這應該是比較平衡的 難怪會卸手 這邊有二 所以 好 我們這樣平衡是對的 我們這樣平衡是對的 但是我這個畫面是寫錯的 這邊是二 哦 那邊有一個 那一台是對的 找個半天 好 我們再重做一次 這個方式是對的 這個思考方式是對的 但是我們再想一下 讓我們把這個 剛剛這個分子是寫錯的 好了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知道怎麼開始嗎 知道怎麼開始嗎 我們先看 左邊有什麼原子 右邊同樣有什麼原子 對不對 左邊這個原子有幾個 右邊有幾個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從那開始 這邊有幾個那 那有幾個 一個 一個還兩個 兩個 是不是兩個 因為那有兩個 對不對 那有兩個 那有兩個到這邊來 誰有那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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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這裡 啊 這一個裡面有幾個那 一個 所以要幾個 有兩個 OK 好 這一個裡面 加兩個那 它表示這一個 這樣子加起來幾個綠 這兩個 也是兩個綠 對不對 這邊有兩個綠 所以這邊有多少 一個 這一盤這一個對不對 這要幾盤 要兩盤 對不對 兩盤這有幾個青了 兩個 兩個青 所以到這邊來 好青 青在這裡 也是兩個 青裡面就有兩個 所以這係數要多少 一就可以了對不對 好 這邊一的話 這邊有幾個樣 這邊有幾個樣 三個 所以它有幾個樣 這邊還有幾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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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兩個對不對 好 這裡面幾個樣 這裡面兩個 所以它係數要多少 2 1 1就可以 1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流 這邊幾個流 S2 兩個流 一盤對不對 所以兩個流 看一下這邊 這邊 這邊又再一個流 所以還是一個流 所以這邊吸收多少 1 1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就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化學平衡 我們在平衡用的概念就是 物質裡面定律 所有 箭頭左邊有的 箭頭右邊都要有 所以你要一個人去算 一個人去看 一個人去看 一個人看後沒有問題的時候 這有習慣是會把 4%下面再畫一下 畫一下 我哪個元素檢查過 沒有 當然講說元素檢查過 沒有問題 這畫成平衡的 這樣就結束了 有問題 有問題 那你這個平衡 它告訴你什麼意思呢 告訴你 說 一個 這叫流帶流川那 一個流帶流川那 跟一個元酸 跟幾個元酸 才可以完全反應 幾個 兩個對不對 一比二嘛 一個流帶流川那 一個兩個元酸反應 它可以生成幾個元 生成兩個 對不對 可以生成幾個水 一個 生成幾個二氧化流 一個 生成幾個流 一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例就看得出來 大方姐 好 那在這邊呢 流帶流川那 又叫做大蘇打 它是 它是這個叫做什麼 它是 固體 好 流帶流川那 這叫做大蘇打 它是固體 它這個反應過程當中 會生成 這個是固體 會沉澱 這個是氣體 會跑掉 這是水 這是鹽巴 這就是鹽巴 鹽水還有 硫 硫是黃色的 所以這會變成有點黃色 這個整個沉澱會有黃色 硫磺是硫磺嗎 硫磺是硫磺嗎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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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磺是硫磺 硫磺是俗稱 硫磺磺是硫磺 硫磺是硫磺 硫磺是硫磺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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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磺是硫磺的名稱嗎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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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反應 我們來看看怎麼讓它反應快一點 好了 同樣的 這個水裡面呢 一開始就是鹽川對不對 對 緣分子在水面 它是液體嘛 我這邊有瘤帶 瘤酸辣 好 請問它怎麼反應 它怎麼反應 它怎麼反應 這兩個固體要怎麼反應 瘤帶 瘤酸辣 瘤帶 瘤酸辣 瘤帶 瘤酸辣就是這個 瘤帶 瘤酸辣 瘤帶 瘤酸辣在這邊 硬體 它是固體 我倒入 瘤酸之後 它就會反應 它就會反應 是不是會反應 假設我這邊有 瘤墨的瘤帶 瘤酸辣 瘤墨的瘤帶 瘤酸辣幾克 瘤酸辣的瘤 瘤酸辣 瘤酸辣的瘤酸辣 查一下 對 好 那 瘤酸辣的瘤酸辣 瘤酸辣的瘤酸辣是2 瘤酸辣的瘤酸辣是2 瘤酸辣的瘤酸辣是6 好 請問它瘤酸辣的瘤酸辣幾克 瘤酸辣的瘤酸辣的瘤酸辣 好 趕快 你們都用心算的 不用拿筆 也不拿個字 趕快算一算 瘤酸辣32 你只要你敢告訴我 那你要告訴我 一般是等於158 158的 158 有問題 那分子量158什麼意思 我算出來 分子量158什麼意思 差太多了 什麼 你說什麼 分子量158是什麼意思 哦 分子量158什麼意思 分子量158 大聲一點 分子量158什麼意思 分子量158什麼意思 螢幕158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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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加幾點 五十點 一次加到十點 踢你喔 加到十點 一次就加一個外套 這次要加一個外套 來快點 那麼大一杯 快點好 別的意思 這指定好 別的意思 然後你就大一顆 不是假的 只有另外一個意思嗎 龍圈 趕快 踢往哪兒身上 什麼 分子量 什麼別的意思 只有1公克 一末等於158公克之外 讓我別的意思 軒宇 快點 我在想咧 分子量 你要怎麼說分子量 請告訴我它的分子量 你要怎麼做 或是你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我還沒有 為什麼 不好意思請坐 沒有這個選項 沒有 我不讓你來 我不讓你要幹嘛 但是這邊就是 這樣你也不能睡覺了 你可以看書啊 你聽不懂我講就看書嘛 你去看書就看不了 來快點 分子量 什麼意思 我想一講 分子量 23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啊 不是20 然後呢 然後等一下 你要告訴我 不是 講出來 什麼 OK 我們就不講一個了 座位上就有這一點 叫做 一個分子裡面把座的優質要相加 就算分掉 是不是 那幹嘛 蛤 這叫做優質要相加 蛤 這叫做出來的 蛤 這叫做出來的 蛤 這叫做優質要相加 蛤 這叫做優質要相加 蛤 對吧 你快可以喝奶茶了 蛤 謝謝 因為奶茶 不覺得是奶茶 是奶茶 奶茶 奶茶比較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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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應該是麥當勞比較黃色 價錢還可以花 對啊 但是有些人覺得 因為麥當勞比較難換 因為我要換的時間也不太夠 對啊 奶茶比較黃色 大概要花上兩個學期的時間 才可以一直用 不用擔心 你按照時間可以慢慢騎 好不好 還要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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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出另外一的 還要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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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他看你耽誤一下 我查一下 我看我色不透明 什麼 你們現在想 約定樣的一是什麼 我正在四點 約定樣的一是什麼 還要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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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問你一看 我沒聽人說什麼 你在講 我在講 不是分子量 我剛剛講分子量 我說 其實我們遇到的問題 你要想它到底是第一 你還有一個方式 把這物體這樣拆掉 你可以想問一下 對 容英家問說 這158 就是他所有原子的原子量相相當 那我跟妳講 原子量是什麼意思 說了原子量 原子量是什麼意思 原子量什麼意思 原子量不是原子質量 原子量是什麼 原子的編號 忘記 現在回到原子的編號 原子的編號 原子的需要代表什麼 它中指數還是 原子數加電子數 加電子數 加電子數幹什麼 不敢就查到對的東西 你說啊 可是我覺得我扣問了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質量數12 太原子做益 加電子數 他是一開始定了一個定義 但是事實上 他是同樣的一個參考詞 但是後面我們在解散意義的時候 不用那個東西來解散 原子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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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查這裡要繼續查 沒有關係 等我查到 因為這個東西我在講 至少差不多五遍了 就是質子數只要電子數 當然不是啊 我會這種東西 你錯了啊 怎麼會加電子數 為什麼會加電子數 為什麼會加電子數 然後再加空子數嗎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側是打不定在中間 我發現 那跟固定在中間是什麼關係 什麼叫原子量 跟原子量 那質子 請問 中指是固定到中間 那質子固定在哪裡 質子在旁邊 蛤 質子在旁邊 那種子的好像這樣 應該會很前面 不是你那不是講說話 應該在這個化學法律 應該是不講說話 應該是不講說話 對 我這個門很大 課本都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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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我到底在上什麼課呀 我剛剛化學法律 沒有人要去說話 對方律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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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學法 對方律說話 對方律說話 呃 呃 你怎麼講話 你才講怪 就是神證不可以喝奶茶 快點 不可以喝奶茶 加油 可以喝奶茶 好 我們喝奶茶 你現在喝奶茶 那裡 什麼是原子量 就是原子力 什麼 什麼? 子子加中子 所以什麼是分子量 子子加中子 所以如果以子子跟中子來想的話 分子量什麼意思? 分子量 以子子跟中子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分子量是什麼? 分子加中子 這是分子量嗎? 不是 我不知道這意義是什麼 你剛剛解釋這段文字 如果你自己把它寫下來的話 重複一下 他是不是有說到分子量是什麼? 我的問題就是這個 分子量是什麼意義 趙聰 你要習慣把你自己講過的話再想一遍 你在講什麼? 就是 就是把很多不同的分子 很多不同的子子跟中子加在一起 就是分子量 不是 為什麼 是質量不同的子子跟中子加在一起 質量不同的子子加中子 好 那什麼是 那什麼是 質量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所以什麼 分子量 什麼叫做很多原子量加在一起 我可以隨便亂加嗎? 很多原子量加在一起就是分子量 這什麼很多原子量 那我可以說 7的原子量是1 就把1加上什麼 這個炭的原子量是12 我就加12 這個 流的原子量是32 我就加32 好 很多分子量 很多分子量加在一起 這就是分子量 這樣對嗎? 我可以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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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意義嗎? 真的沒有意義喔 所以你在思考你所講的話 你把它量化 或把它數字化 或把它具體化 你就會知道 你剛剛所講的那一段話的意義是什麼 你懂嗎? 你用很多原子量加在一起就是分子量 你這樣說 這樣的說法對嗎? 不可以 你的說法跟 剛剛龍軒解釋原子量 解釋分子量不要 龍軒你再解釋一次 什麼都分子量 那那個分子量裡面 有兩幾個 所有原子量的 你先懂他講 跟你講哪裡不要的嗎? 哪裡不要 就是我就是認定一個 他的就是一個沒定義的選項 對啊 對 他講的是 這個分子裡面的所有原子的原子量 總是 你講的是 就是把很多原子量加在一起 就是分子量 什麼就是很多原子量加在一起 很多無限的因子 對 很多無限的因子 我明明在為你這個分子的原子量 讓你告訴我很多原子量加在一起 這過程當然是很多原子量加在一起 因為它有不同的原子 可是跟你所講的是不一樣 你沒有內定在什麼範圍內 懂我意思嗎? 好 好 另外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明進度有點超前 所以我可以慢慢等 沒關係 我們可以慢慢等 我是喜歡比較多 真的嗎 你是不喜歡他跟 原子量是什麼 原子量是什麼 原子量 原子量是什麼 你現在不知道 原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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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量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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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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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原來更前面都不知道 然後末數怎麼來了嗎 我知道,我是 那是結果 末數的意思是什麼 它是一個數量 它是一個數量 簡單來講說 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質子極刻 可是我就想知道說 因為它太小 我很難知道它一個是幾克 可以簡單來講 我想知道說 那我多少會是一克 透過這個過程當中才理解 原來這麼多個數量之後 它會變成一克 這數量就比較明顯叫做一末數 就是雅國家裡的糖數 一末的這個東西 就是一克 一末什麼東西 紙紙嘛 一末的紙紙或一末的中紙都是一克 因為紙紙跟中紙重量很相近 所以一末的紙紙跟一末的中紙都是一克 OK 這樣的話 你會知道嗎 嗯 又是這樣第一次 這是比較沒意義啊 好 講到現在他這邊說 碳 62 表示它 岩子序6 那你這邊幾個是 12個 6個 為什麼6個 應該是一半 什麼叫一半一半 什麼叫一半一半 好好的錯 什麼是岩子序 岩子序的 好 穩定性 穩定性 有耶 岩子序是穩定性 好像不是有來喔 好啦 你告訴我什麼是岩子序 岩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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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子序的另外一個意義是什麼 岩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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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但不是啊 你就把它當成玩具再玩了 那我發課不是我們三個需要的東西嗎 原子數量 原子的順序就代表原子序有沒有問題 這序要不備納 高工同學 這看表就可以了 為什麼原子序是直指的數量這件事情 你會記不起來 我會把它記起來 你會把它記起來 因為我們一個原子的直指數 會營養到這個原子的本質 那我們知道這個本質之後 每個原子它都有不同的本質 對不對 每個元素 這個元素我們查 它裡面是一個原子 裡面的直指 裡面只有一個直指 裡面的原子核就有一個直指 這個元素呢 裡面的原子核是兩個直指 這個元素有三個直指 那我們發現說 每個元素 只要是不同的元素它有不同的直指數 所以那是唯一的 所以很好拿來排順序嘛 對不對 我們班上同學會排出去 會不會排出去 不一定啊 你覺得呢 身高 身高是這個方法 那身高排出去有沒有什麼問題 萬一有兩個人的身高是一樣的時候 好不好排 不太可能會不一樣 這也不會很難 因為兩色都無差 我只會用到公分的時候 你是160.1公分 它是160.2公分 五分的出來嗎 那就是以年齡來算 要不然就減到什麼 年齡來排出去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一定有可能的一樣 也是有一樣的對不對 我同一天出征了 我知道 算那個 體內的直指數 體內的直指數可以 大家排出去 可以嗎 可以嗎 為什麼 我算不到 一個算不到 你不知道有幾個直指數 一定可以 另外一個什麼原因 為什麼可以用 因為不知道你前面還知道 那不是第一個問題嗎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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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著我問 然後說我提出這個問題 沒有 你說用體內直指數 我現在告訴你不可能 第一個是 我們沒有量測 但我們怎麼樣都要直指數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 龍軒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想出來再加一點 今天是點出大放送 因為 點出大放送 那其實就是重點 好 這你可以回答 你不能回答 我告訴你你不能回答 因為有時候你回答完 他們就還不懂 就會往下走 來快點 我們提內沒有原始 我要扣一點 不要 不要 扣那種兩點 還可以扣 還可以扣 他會講 提內沒有原始 那誰是提內沒有原始 對啊 好啦 那用得自己的直指數 來當排序的順序 為什麼不可以 第一個是 剛剛講得很好 第一個但是沒有加點 是說 我們自己數量不出來 對不對 第二個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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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一拆看 不知道就拆一拆看 你知道嗎 我最近開門 就叫做物理之美 他們講 大部分 所以科學家 早在不定 都是拆一拆看 拆出來的 他拆的時候 並沒有但是 別人會笑他 並沒有說 我拆出這個東西 會變別人笑 我跟你講 90%拆出來的東西都是錯的 而且他們錯之前 已經用了好幾十年 然後幾十年之後 背在這裡說 那個根本講錯了 那個大師根本講錯了 可是會不會因為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影響這個大師的地位 不會 當然不會啊 之所以這個原理 會不會用幾十年 表示他當初講出來 是一個 當下這種很厲害的想法 很突出的想法 所以科學的進步 我最近也有一個結論 科學之所以有一個進步 就是因為他能夠 跳出當下的限制 去拆出另外一個答案 拆出另外一個邏輯 拆出另外一個想法 這才能夠進步啊 苗頓發現地心引力 你以為他多厲害 他就是被平骨打到 他就是每天關卡 每天關卡 哎呀應該就是這樣 請問他這樣說好 是不能拆除 那個是被平骨打到 那個是笑話 但是 ok fine 但是我現在講 就是因為他被打到 他這個結果是不是拆的 呃不是吧 其實那個蘋果是神力 要不然怎麼出來 碰到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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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牛都還想不來 因為那個蘋果比較好 因為那叫不大 對 因為小財 因為他敢去 他觀察很多現象 觀察了夠多現象 他腦袋累積了 足夠多那個像 就是他那樣寫手撕 你要去觀察這個現象 你要觀察那個意境 你要觀察那個情境 那腦袋不斷在去想 不斷在去想 不斷在去想 嘔 蹦 出来两个字 太棒了 两个字写下 这就是手丝啊 对不对 牛顿也是要每天在观察 这个灵魂掉下来 那个菌子掉下来 那个柳丁掉下来 那个西瓜掉下来 点什么头 西瓜掉下来 这个西瓜怎么掉下来呢 还有一天没有滴气 你记得之后可能就会掉下来 那你说我上吧 就它没有滴气 它停在那边不会动 那不会往上 它没有收力就不会动啊 那是一样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他观察很多次 不断的观察这个现象 他脑袋一直在想 突然有一点蹦 有一个想法进去了 他猜出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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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验证这个结果对不对 发现说蛮符合的 这个想法就被后面的人拿去用了 对 这需要什么 你猜了不能去你的想象 所以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 这个口高名词 没有错 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那我后来再加一句话 好奇 就是你的原力 原力知道吗 原动力 原力 原力 原力解放 这个很简单 你有没有听过原力这个名词喔 有经过原动力 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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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力在 决定五四 对 决定五四 决定五四 决定大大 在那个星际大大里面的名词 原力啊 他祝福你 他们里面星际大大里面的人 跟人之间碰面 然后要离开车 要祝福你 怎么祝福你 愿原力 愿原力与你同在 配你 有听过吗 没听过 沒的power within 愿原力与你同在 原力 所以好奇想起你的原力 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 好不好 不知道 就猜猜看 不要问题 薛宇说 用身体的知识数 让人排序的对象 照这个时候不好 因为知识数算不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每天都一样 什么 量太大了 不是 是每天都不一样 而且知识数在改变啊 你家也吃了半 干 有知识数在我家 对 他家里面去 没有 等一下去凝结一下 知识数没减少 不会 不会 不会哦 最好是不会 那喜欢你去凝结什么 凝结鬼吧 吃进去 好嘞 这是一个很大的 好 好 好 所以这个拿来排序不恰当 所以我们对我这些同学要排序 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排序比较恰当的 用我们宁靳序的体验领状 体重好吗 有我们的自杀 有我们的自杀 用体重好吗 也会有 假设有人一直吃难骨 很有神套 体重有改变不是吗 这位同学 不成难骨 体重是不是有改变 而且体重是不是有相等的时候 一股头树没有 所以你看 我在想同步两个问题之后 讲排序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如果真的拿排序 我们不希望他变来变去 排序 需要注意到什么 固定 第一个要固定 没有说可以让老龙边加一点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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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要固定 还有呢 还有什么 我们刚 overlooked 我们假設强到排序 排序的序 你有些东西要考量 Has to覆固定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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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序的规则 quart 排序的东西 你要起個前提 第一個是要固定 第二個呢 統一 不是 不是統一 統一在路面大都一樣 統一又是好 沒有 統一又是好 再加一點 所以要統一又要固定 然後又說第二個先進什麼 它不一樣 你要排序 第一個要每個都不一樣 第二個是它不能變來變去 這兩個是不是很重要 這就是你 我們在討論過程當中 它腦袋已經把它中和會整起來 會調這兩個答案 大家有沒有否定這兩個結果 你要拿排序 這個東西它本質不能改變 不能變來變去 身高會變 體重會變 脂質素會變 都不是好的排序方式 對不對 而且要固定 另外一個是要不一樣 你排序方式不一樣 今天排序方式 今天是丙圓 鮮羽 猴子 今天變成猴子 鮮羽 餅圓 這樣變得不是好的排序方式 依據 對不對 要固定 做一個原質來講 什麼東西只有脂質 因為每個原質 只要是不一樣 它是不同的原質 我們看得出來 這是不一樣的結果 我打得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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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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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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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